台湾布农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婴孩养成教育 卓星相公所在今天举办了独有的项链祭 今年有80位牺牲儿 由家长和氏族其老披挂项链 接受文化洗礼和祝福 氏族其老与部落长者对着新手爸妈 墙堡中的婴孩披挂以仓谱做成的项链 屈其辟邪也祝福婴孩平安健康的长大 这是布农族传统碎食祭仪 为婴孩进行马苏哈鲁斯的项链祭 最重要就是说大家一起家族家人祝福婴儿 向今天的婴儿祝福 能个有健康的身体 也让爸爸妈妈给他们智慧 养这个孩子婴儿到长大 卓西乡公所首度办理全乡性布农族传统 马苏哈鲁斯的婴孩项链祭 吸引乡内80对新手爸妈 带着刚出生的婴孩参加 不仅布农族 也有来自赛德克族等不同族群的家长 带着婴儿接受马苏哈鲁斯婴儿项链祭 独特的布农族传统文化洗礼 布农族有婴儿节这个活动 小时候有看过 就是没有参加过 那今天特别带你的宝贝来 觉得心情怎么样 就是很兴奋 也蛮感动的 你在南投那边有参加过吗 或是有 在南投那边还没参加过 都没有 那是特别来参加这个 为我们的小宝贝做这个祝福 我觉得怎么样 因为好像还没开始 那我很期待 以往皆由各部落或各氏族家庭 办理的马苏哈鲁斯婴儿项链祭 乡公所今年首度扩大办理 传承布农族这良善的文化碎时祭典 乡长田桂花也推出乡内育儿津贴福利政策 鼓励家庭新人催生 减缓乡内少子化的问题 今年有80位的孩童是被我们受祝福的 那今年有特别比较不一样的 除了我们有会给他纪念的那个马苏哈鲁斯的一个仪式 我们还有达夫的金镇 我们还有礼剑 再来就是还有给他们一代的米 那更有一个首创就是因为为了要纪念这个日子 在我们的场域里面 我们有特别弄了一个特别的婴儿跟父母或阿公阿嬷拍照的一个点 那很快不到几分钟今天都可以拿得到那张相片 台湾布农族的传统文化是指示繁衍 家族就昌盛繁荣 因此相当重视婴孩的养成教育 借由马苏哈鲁斯的婴儿项链记 传承布农族育儿教育观 也借由祖灵天神之力 庇佑每一个小生命能平安健康成长茁壮 80位的新生儿在父母亲的陪伴下 接受文化洗礼与祝福 全场感动满怀喜悦 记者是玉兰佐西采访报道